一棟民宅突然冒出黑煙 一旁鄰居見狀 趕緊要叫屋內的人出來 只見人沒出來 煙卻燒得越來越大 整條巷子瞬間布滿濃煙 消防人員貨爆後 趕抵現場撲滅火勢 將受困屋內的四人救出 只見被抬出來的人 身上也被煙燻得全身黑 就是說他今天下午是有爆炸 是不是 是啦 怎麼會爆炸 我不知道他有充電機 有充電機充電 電機抽 很厲害 我都聽到三聲 宋依當下被煙嗆昏的 三大一小55歲的中性屋主 還一度沒了呼吸心跳 另外三人意識模糊 宋依後沒有生命危險 最小的只有四個月大 四個都宋依 對 黑出黑黑的 黑出黑的有受傷 他女婿也是溜皮溜皮 黑媽媽 他女兒也是黑媽媽 屋内被火烧得一片焦黑 这辆电动自行车被烧得只看得到骨架 1号下午一点多屋主在家里帮电动车充电 但因不明原因竟然爆炸期货 有业者表示是因为充电机和电池的安培数不同 充太久就有可能爆掉 这场意外索性送医的四人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至于确切的期货原因还有待见事人员后续调查 记者林中追赵佩与桃源采访报道